I H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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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知名的6姊妹 Panty Ladies 彩繪女市的房子 英文的 Panty Ladies 這個名詞是美國建築的專有名詞 它是特別指 像這樣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 而且呢是在這個房子上面運用了三種以上的顏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48000棟的建築 因為加州大地震發生變得比較少了 最知名的就是這六棟叫做六姐妹 然後在他正對面的這一區呢 就是阿拉莫廣場也是非常知名的場地 在我很喜歡的影集超感巴人組裡面有出現 他們有坐在這個廣場上面 然後這六姐妹屋呢又被稱作是明信片屋 因為所有舊金山的明信片上面都會出現這六棟房子 通常呢他們會爬到比較高的地方去看 房屋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從上面可以看到舊金山的天際線 看得到後面的那邊的城市 其實這個阿拉莫廣場還頗大的 超級多人在這邊野餐小孩子在玩 還有人在打排球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有一天坐在這邊耍廢 野餐 By the way 今天呢是7月4號也就是美國的國慶日喔 所以呢今天晚上在那個魚人碼頭那邊 晚上要到九點半的時候 就天才會真正黑的時候 會有煙火秀 不過我們應該不會過去 所以可能晚上看看有沒有電視節目新聞台轉播 來感受一下那邊的氣氛 我覺得國慶煙火之前看的時候是十幾年前 在波斯特那邊 哇超讚 那煙火放十幾二十分鐘耶 大家如果有機會就是 在7月4號的時候來到美國 一定要去體驗一下他們的國慶氣氛 感受一下其實這邊圍繞著這個阿拉莫廣場 附近有非常多這種 維多利亞式的箭子 對面這一箭也是 都很漂亮 上面的那個有那種雕花有沒有 而且它的顏色用超級多種的 舊金山的市政中心 我們其實已經有來過囉 哇啦 同志驕傲Priper Raid那一天 我們有來這裡市政中心 但那一天完全都是人 還有舞台擋住了對不對 這一次呢 直接看到清楚的市政中心就在後邊 哇天啊我變瘋瘋子了 左右啊有一些什麼劇院啊等等的 都是巴洛克市的建築 非常之久以前留下來 就跟那個藝術宮啊 不是什麼太平洋什麼 挖勾萬國博覽會留下來的嗎 這些有些建築也都是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哦 這一站我們來到的是 倫巴底街 也就是最有名的舊金山的花街 以它這個180公尺就有8個彎為名 非常多個彎哦 不過其實倫巴底街也就是這一條 並不是舊金山最陡 也不是舊金山最彎的街道 只是因為這旁邊種了很多花花草草 所以非常有名 大家來舊金山一定會來這邊拍照 這有go car 好大 住這種超小的車在走 現在在最頂端 那它其實這兩側呢 都是真的有人在住的住宅區 所以都會呼籲大家來到這邊不要太吵鬧 因為真的是太多的這個觀光客了 這裡根本就是來考駕照的 S型過彎 走到最底的 其實是最底的這個景色最好 這整段沒有很長 還好走下來蠻快的 我們現在已經拍到對街去了 對街好像比較好拍 還看得到全貌 我們今天又來了一次金門大橋 今天的天氣非常的好啊 完全沒有一點霧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金門大橋 包括這一根非常大的纜線 都如此的清楚呢 我那天誤到我連那邊有咖啡廳我都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超級清楚的 有沒有 這才是金門大橋啊 惡魔島也超級清楚的 嗨 這裡呢 是舊金山的榮勳宮 是一個博物館喔 它其實是舊金山的現代美術館的一部分 就是那個啊 SFMOMA的一部分 那蓋在這上面 中間這個雕塑呢 就是沉思者 但是它是法國榮勳宮的複製品 這邊的建築非常的不錯 如果你們有開車的話 方便就可以順便開來這邊看看 這裡的英文名字叫做Legion of Honor 這個很像FM那個耶 巴黎羅浦宮的那個金字塔 又一個舊金山必吃的 The Cheesecake Factory 滿滿的Cheesecake 麵包跟Cheese看起來很好吃耶 這是什麼炸魷魚 炸魷魚 超級巨大的沙拉 水杯也超巨大 這是什麼東東 還有鮭魚 義大利麵 好爽 Case 修新恥 好爽 但是 那 那個 C 它 20